一个实施禁足令的加州 先从小型的零售商等低风险行业开始复工 不过美甲店却被列入了高危险的类别 没办法开业 忍了好久 加州解封第一天 不但海滩出现大量人肠 民众迫不及待涌入商场血拼 但截然不同的氛围 出现在富豪聚集的比佛利山庄 闷坏了的居民开跑车兜风 但一整排的国际精品名店 不敢贸然重开 3月19日加州率先全美实施禁足令 如今疫情和缓 预计分四阶段复工 8日进入第二阶段 允许容易保持社交距离 传染风险较低的小型零售商重新开放 但鼓励民众改变消费模式 改以店外取货 而美容美法电影院健身房 这些传染风险较高的地方 解封则还要再等等 州长更直接点名 美甲电很危险 按指美甲电是病毒传播温床 州长此话一出让加州美容业者不满 扬言控告政府 还有商家不甩精灵偷跑 解封希望破灭的还有车厂特斯拉 加州费力猛场原本计划召回平日30% 人力有限运作下复工 结果遭到当地卫生部门回绝 认为起码再等个一到两周 但加州人真的很急 身为全美GDP最高的州 加州疫情爆发至今 财政已经面临543亿美元 约1.6兆台币史上最严重赤字 抢救经济跟病毒赛跑